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锁定九点热话题 我是秦林谦 首先先来关注的是 民进党九合一选举大败 总统蔡英文请辞党主席 而接下来由谁接任最为合适呢 党内有声音点出 总副总统赖清德是不错的人选 但是目前绿营没有先例 就算脚不太方便 还是要上前握手 美选上新北市战的林佳龙 终于开启卸票行程 民党目前对外要万辉形象 对内也有党主席改选的考验 林佳龙有意挑战吗 新任党魁除了要打下2024 最重要的是要从低谷回升 来看2020总统选举 投票率将近七成五 民进党拿下817万票 这一次投票率六成左右 474万票 在对比蔡英文首次担任主席前 谢苏沛2008年投票率七成六 拿下544万 等于这一次投票率低 得票率也低 绿营要强势回归 很考验下任党魁 因为每一个候选人或是党内的这个任务不可能说没有任何的派系的背景 但是能够多的不同的派系的支持跟认同 扮演一个超软的角色 团结这个党 只是绿营内部诸多派系党内呼声点兵点将包括最能代表蔡总统意志的前总府秘书长苏嘉全 或者是目前较为亲赖清德的前民进党主席卓榮泰 郑文燦 潘蒙安 林佳龙也有可能吗 另外被点的还有副总统赖清德 但按民进党惯例 有总统兼任党主席的情况 却没副总统的先例 消息认识也认为 如果有有一拼2024的赖清德来当党魁 除了顾自己也要负责立委选举 是否伪上策 后蔡英文时代绿营新贡主是谁 情势还未明朗 TVB的新闻出关号 留听提议特报导 不过有党内的资深幕僚就说了 现在民进党内各个派系情况相当的紧张 至今的情势未明 而且就怕党内还有一段全湖内的风暴 详细内容再交给记者李作和 好 九合一大选民进党被视作 在这一次不太理想 可以说是惨败 那当然随即身兼党主席的总统蔡英文 他也立刻的就辞去了党主席 所以这一次大家也关注的就是 未来会是谁来担任党主席 因为这可能会影响到 就是2024的总统大选提名了 那么现在比较有可能的 像是高雄市长陈其迈 他可能会先代理民进党主席 那接下来的补选人选也受到瞩目 那现在当然还是因为民进党今天我们来看到派系的风暴也似乎是越演越烈了 现在似乎处于一个危险平衡情势未明派系更加紧张的情况之下 像是有一些被点名的人选 比方说钱建人 但是因为他这个阴系的色彩 所以被视为是蔡易志的延伸 这当然也让其他派系可能会有一点疑虑 还有就是林佳龙 不过他才刚选完新北市长 也选的不是太理想 所以他能不能够接任 也要打上一个问号 那当然现在也盛传说 他对2024其实是有想法的 也有一些特定的合作对象 而在郑文灿的部分 他的桃园执政是遭到了翻转 至于潘孟安 他可以算是民进党内 现在还算蛮重要的活期 至于在这一次的败选原因 当然绿营也要内部来检讨了 就有党内人士透露说 曾经有人建议 结果遭到出征 认为这个是杀鸡儆猴 要求党内谨慎 那么这一次蔡英文主席 速速的请辞党主席 试图止血 不过对于这次的选战失利 前副总统吕秀莲 倒是大骂蔡英文 偏心独断倾定人选 还要全党力挺林志坚 还有民进党籍的退辅会副主委 更在私人群组批评 党内有一位黑道中常委 民进党大败 蔡总统请辞党主席 却未留了苏贞昌 续任格魁 就连王世坚都开呛很酸 有人真想赖谁也赶不走 内阁是否改血换组 考验绿营决心 我们每个人都是战犯 我们不会特别说谁是战犯 我想全党都会一起来承担 但苏贵是否该下台走人 陈其迈态度婉转 失利的原因很多啦 我觉得内阁的稳定 政局稳定 这个对于整体的台湾 在面对国际的变局来讲 很重要 留下来的残局 也得有人卷起库冠清理 前副总统吕秀莲 点名英系王朝 公然偏心 一人亲定人选 还要全党力挺 林志坚学术诈欺 更批评高端疫苗 从头到尾都是骗局 防疫中心作为作福 尤其不采初选 用直接征教的方式 种下关键拜因 甚至桃源是前后指定了两次 因为他的坚持 所以整党某种程度上 也必须配合他 所以搞到最后 越坚持的结果 他的回转的空间就缩小了 独霸掌权让转机成了危机 就连民进党籍退附会副主委 李文中都传出 在个人内部群组批评说 绿营在苗里南投等地 攻击黑金 结果自己党内 却有一位黑道中常委 还有馆长也跳出来痛骂 指引民进党勾结黑势力 英系大立委 这就是蔡英文 后面的幕僚群之一 保和会在养蔡英文后面的人 台湾的黑帮可以命令 蔡英文后面的人 帮他抓谁 帮他扮谁 选前喊出终结黑金 如今遭到反噬 能否痛定思痛 关键性决定2024 TVB新闻洪富华张学科台北报道 另外民进党内知情人士 还指出内阁应该会小幅改组 有卸任的县市首长 应该渴望入阁 再请作恒继续我们分析 好 瑞云这一次在九合一大败之后 当然党内也掀起了检讨的声音 那么现在呢最后这个负责的是蔡英文 她请辞的党主席 不过苏贞昌她是有口头请辞 但是被总统给卫留下来了 那么当然呢就是说内阁呢 是不是现在看起来也蛮难以大更动的呢 接下来呢到底内阁是不是可能来进行 微微的改组 这对象会有谁呢 金融市长林又长就被点名说 是不是有可能掌管交通部 另外还有就是农业大县出身的 屏东县长潘孟安 是不是有可能掌管农委会呢 那么主要呢又有一些声音会认为说 其实从总统上任以来内阁多半是学者出身的 那么这够专业但是却缺乏政治性 在很多呢护航一些政策的时候呢 会可能产生不太好的影响 所以呢对选举来说 当然也是比较负面的 但当然也有评论认为说 像是现在的农委会主委陈吉仲 他常常忘记自己是幕僚的身份 太常做这个政治性的发言 可能对执政党反而是比较不利的 另外又被点名的就是前新竹市长林志坚呢 他有没有可能在这一次的改组当中呢 有一个位置呢 不过他因为身份比较敏感 如果真的入阁的话 恐怕也容易遭到攻击 新北市长侯友宜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呢 成绩相当好 也被视为拿到了通往2024的入场券 而他今天也被问到了2024 有没有可能郭侯配的机会 他则强调自己非常敬重郭台铭 听到关键字郭侯配 一旁的议员眼睛眨个不停 导致新北市长侯友宜很淡定 表达赞美之情 先是用地缘关系把两人拉近 再次肯定郭台铭为中华民国打拼 但所谓的郭侯配会再度浮现台面 还是因为这回侯友宜以碾压之姿 成功连任 2024什么组合加上他 似乎都变得有可能 温柔监定的妈妈市长 侯市长真的好好做事 你明会好理事 一起穿上白衬衫 台北市长当选人蒋万安 选前推出的情像影片 与侯友宜卢秀演肩并肩 象征三人走在同个路线 莫非侯卢配也是想万安心目中最佳人选 侯卢配是你心目中的理想人选吗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从来没想过这个事 那最主要是我竞选的是台中市长 现在就来讲组合的话 我觉得真的太早 而且对于这些刚选上的县市长而言 其实也不尽公平 面对2024然后面对民进党 我们也没有乐观的本钱 毕竟经历过2020惨痛教训 就怕2024成了2.0 不过被视为蓝宁贡主的侯友宜 仍给党主席朱立伦一个肯定 朱主席在这次选举 非常非常的幸福 也办了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教练 特别要做事情 大家到底走 但换个角度 这般肯定却也可能变成封印 TVBH王金伦 独播军院新北报导 民众党在这次选举 包括全台14席议员在内 总共拿下25个公职 成绩不算理想 可问这问顶 2024要怎么走空间 显得更线索 一个个退出地方党部媒体群组 选举一结束 民众党不少没选上议员的 纷纷退群 党主席柯文哲 将到全台各地党部 亲自沟通 邀请我们这些参选同志 那针对在选战期间 大家有什么需要在调整 需要在努力的地方 那其实会有一个 面对面的座谈 那主席也表示说 他会一一的去参与这些的座谈 柯文哲第一时间下令要检讨 但别急着找战犯 先稳定军心 全力留人 因为除了台北市议员候选人 曾私语退群 另一位张信松直接退党 高雄市议员候选人李嘉玲也退群 而且各地都有爆发退群潮 有一些大量的参选人退群 那其实是有一个误解 因为我们有一个 所谓空军运号的联络群组 任务型的编组 虽然民众党这一次选举小有斩获 一共拿下一席市长 十四席议员跟两位村里长 八位乡镇市民代表 县市长十六万多得票数 得票率仅百分之一点四九 确实比预期差 十二月十号改选党主席 外传前立委蔡碧如有意挑战 但知情人士否认这个说法 但要问鼎二零二四 偏偏二零二二成绩不理想 底气差了蓝仪大街 柯文哲若想跟在野结盟 能斡旋的空间更小了 柯市长他在离开台北市政府之后 如果他只局限在所谓的新竹市 甚至以新竹市为基地 能够试图向外扩展 这部分的能量恐怕还有一点不足 柯文哲要进竹总统大位 并拉台民众党立委选情 二零二二选完二零二四的考验 马上开始 至于时代力量在全台呢 只保有六席议员席次比上届又少了十席 面对大败后的泡沫化危机 党主席陈娇华宣布请辞后 马上急转弯接收尾流 脱下黄色决策外套 手拿辞职信 时代力量立委等人一致排开 炮口对准自家党主席 会这么气也是因为党主席陈娇 陈娇华早先发公开信表达请辞意愿 二十七号晚上召开临时决策委员会 讨论请辞善后 但开会不到二十分钟 有决策委员提出未留案 随后也迅速表决通过 陈娇华改口不辞了 陈娇华本人电话没接 办公室仅表示主席人在外地开会 这次内讧也是因为选举结果 非常不理想 全台提名四十六人 仅六人当选 当选率百分之十三 比上一届还倒退实习 没有明星 你就没有办法去圈粉 Freddy也不见了 然后黄国昌早就跑掉了 然后他在这个党里头 他本身也没有很清楚的这种 这种论述 小资产阶级加奋青的组合 选者也点出其中关键 党内缺乏领投养角色 但唯一这件事还有生机 三十多上 新竹是一个很年轻化的都市 可以去接受这种小资的 比较文青式的问证 小党经不起损耗 想重整旗鼓得先安内 而先前就因为分裂退党的人 这回成功连任 也只有林亮君 黄杰 曾文学 黄玉芬 李梦两人落马 吴征再次成为落选头 从来就没有小绿小白的问题 2024前恐怕得好好定位 党内路线 就怕时代力量成了时代眼泪 民众党高宏安拿下新竹市长宝座 外界关心他的小内阁怎么规划 甚至有人说民众党第一次在新竹插旗 恐怕孤立无援 民众党高宏安入主新竹市政府 但现在外界好关心他的小内阁要怎么规划 昨天开始其实已经开始有在积极的在寻觅相关的人才 选举才过两天 高宏安马富廷提 已经开始思考用人选才这件事 毕竟身为即将上任的首位女性新竹市长 之后的每一步 不少人都关心 除了议柜没有党团支持 被说有点像跛脚 小内阁当然也很重要 民众党在新竹插旗 但是这里不是台北 要怎么样延篮好人才 帮助自己在未来四年的市政之路 能够一帆风顺 恐怕是高宏安现在面临的最大课题 要是真的找没人 那就有点麻烦 我想其实小内阁部分 主要还是以新竹市政府的这个布局为主 所以这个部分 可能就没有太多的跟他去沟通 说大概预计想找哪些方向 美根党主席柯文哲多谈 毕竟自己的市府自己选 高宏安也说到职之前 应该会有初步名单 另外桃园市长当选人张善政 选后谢票行程 也被问到小内阁问题 有人点名要延览对手赖湘林 但是张善政说目前都还在规划 只要愿意放下颜色 能够展现能力来做事的人 他都会考虑 不分蓝绿要打造最坚强阵容 TVBS新闻 林志伟廖宗信成 市民黄凯敬 桃园新竹采访报导 基隆市长当选人谢国良曾经承诺 做公益送电动机车一定会实现 不过交通部长王国才说 交通部有计划推动公共电动车公车 但是不补助私人运据 因此对于机车部分说没有计划 我这个证件一定会实现 新科基隆市长谢国良口中一定会实现的证件 就是年轻人做公益送电动机车 不少网友在他选上后留言 什么时候要送GoGo Roll 我不能够只为单一品牌 来做一个最后的决定 谢国良一再强调本意是要鼓吹做公益 有网友通真懒人包 包括第一点要年满22岁 第二点机车驾照要拥有一年以上 再来是涉及基隆满三年 机车以太旧换新优先 第五点最困难 一届市长任期四年 年轻人要连续五年公益回馈四个小时 是不是有个bug谢国良下届还得连任 这个证件的本质是在做公益 不是在免费拿机车 证件还有一大隐忧 就是议会里蓝绿议员席次分布 能不能通过预算案还说不准 交通部过去都是对于公共艺术的补助 他们过去是不对 四人一句做补助 交通部长王国财亲上火线说明 补助款不会补助私人的 如果是电动公车各县市都能提案 但如果独厚基隆人送电动机车 抱歉我们没有 对此谢国良团队回应 补助单位是经济部工业局 跟行政院环保署 谢国良证件提到4万块的电动机车 其中市府补助3万 中央补助1万 中央补助款是现行一台电动机车 补助7000块钱 加上用国产电池3000块 工业局说补助不是只有基隆 而是全国一致性 机车品牌未定电池3000块钱 若拿不到 以谢国良证件计算 一台3万34年5万台 就是16.5亿 如果一台3万5万台就是15亿 钱要从哪里来 谢国良回应 公办重划增加税收 也是筹钱方式之一 会把这十几亿分四年编列预算 强调公益送电动机车 这张支票一定会兑现 TVB的新闻刘欣奎 赛从许又翔 基隆厂报导 而国民党台北市长当选人 蒋万安只剩不到一个月就要上任 柯文哲也指派副市长彭震生 担任交接小组召集人 希望利平市政上面能够无缝接轨 不断重复谢谢 但市民想知道的是不到一个月 就要上任台北市长的蒋万安 最迫切 想解决的市政难题到底是什么 市长这回应你要解决市政难题是什么 已经准备快一年的蒋万安没给答案 反倒是柯文哲已经指定副市长彭震生 担任交接小组召集人 新市长上任课题 每年上千亿预算八万多名员工 还有三十一个局处决策 想要无缝接轨还得再下苦工 他大概也还没有指派移交小组的成员 因为他刚当选 蒋市长他应该是 没有那么快去进入状况 不会那么快因为他还要了解 交接的部分我们现在也都在积极作业 整个作业的过程 包括交接小组的成立 那接下来跟市府的对接 我想这个一步一步都会来做 蒋湾要衔接市政 还得仰赖小内阁团队 他竞选时的市政顾问团 邱文翔 陈威仁 李永平 陈永仁 这些过去马好时期的副手 也被点名渴望入列 我们就是用人为财 品德专业 还有他能够发挥所长 最重要的是要能够将市政推动 符合人民的期待 不止57万名市民寄予期待 蒋湾更要有耳目一心的团队作风 说服没投给他的77万多位市民 自己只能大破大力 TV的新闻众口报道 蒋湾安当选市长之后 他的立委宜缺将进行补选 国民党民进党可能派谁 出来抢这个位置呢 再把时间交给作合 好 九合一大选才刚落寞 不过这选举还没结束 因为接下来要登场的 就是立委蒋万安 他因为当选了台北市长 所以他这个席次的选拳要来进行补选 那么时间点会定在是 一月八号来进行补选 蓝绿现在也都要各自来推派人了 民进党的部分 现在看起来是这个前北市党部主委 吴怡农的呼声比较高 不过当然还包含了 这个议员阮昭雄 他也已经表态了 至于国民党的部分呢 相较于而言 人选就比较不明朗了 因为呢原本呢 大家认为说 是不是有可能是 台北市议员王洪威 以及徐巧新 两个人这一次呢 其实得票也相当的不错 交出了蛮不错的成绩单 不过因为他们都才刚当选 可是考量到啊 如果像是推派国民党的部分 村区立委李贵敏 或者是郑立文 两个人虽然形象也不错 口才也很不错 但是呢 因为毕竟这个选战 还是时间比较紧迫的 所以缺乏在地经营的情况之下 就传出党内比较熟悉 是要征召王洪威 主要是看上他的强悍 稀票能力 还有形象以及口才家 再来是也具备强大的空战实力 在基层经营的部分 因为呢是在地的议员 也是还蛮扎实的 再加上比起徐巧新 其实王洪威 他当了比较多届的议员 所以也比较没有落跑的话柄 我在此宣布正式请职立委的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